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适任就会换人 过去江贵方被认为是国民党前秘书长曾永泉人马 曾永泉随着武敦义请辞后 当内心状态也出现撤换江的声音 据了解 柯淑华为党团书记长蒋范安推荐的人选 国民党人事布局引发各界关注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17日公布首播人事 暂不设副主席 中央委员连胜文不进入党务系统 秘书长则拟由据丰富党政阅历的重量级人士出任 人选经可放底定 至于副秘书长 拟由前立委李燕秀 柯志恩 严宽恒 及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四位青壮派明代出任 相助党务及推动改革 据指出 江启臣如此布局人事 兼顾经验传承 改革创新 符合他期许国民党世代共荣 世代衔接 也朝向他自诩 扮演成仙启后 带领国民党重设计的方向推展 一级主管方面 代理文传会主委黄玉敏 代理组发会主委黄碧云将留任 行管会主委邱大展将留任 政策会下设的大陆事务部主任传有多人自荐 不过以义务值担任主任的周继祥 极可能在江坎谈下继续帮忙 外界关注的11人决策平台 除了党主席 秘书长 立院党团总赵及书记长之外 县市长及议长代表传出打算邀侯友宜 卢秀燕 韩国瑜三位直辖市长